大家好,我是戴宁只打好电影的巫师 仿佛从古至今就是有那么一种聪明绝顶的家伙 他们的特点就是不会生活 几乎每个天才都有相同的经历 在没有成名之前,一致被人认为是疯子 普林斯顿的学术礼堂,教授神采飞扬的为新生演讲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年轻的那时认真的听着 他是卡奈基讲学经的唯二获得者 迎新派对上纳什的视线,从折射出光芒的玻璃杯 到隔壁男子的香钻领带 纳什努力的带着微笑 有些紧张但是善意的向对方指出 你领带上的数学方程师是错误的 不善交集的他有些无所适从 这时汉森端着杯子走来 他就是另外一位讲学经的获得者 他恶作剧般的把纳什当成了适应生 纳什能感觉到他明显的敌意 我拜读过你的论文,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 说完后纳什故作平静地走开 纳什的言行举止不像个正常人 总是有那么点让人觉得怪异的地方 他独自整理房间 望着结伴而行有说有笑的同学 纳什的脸上划过寂寞 再回首,一个藏着衣服醉醺醺的金发青年 他自称是纳什的室友名叫查尔斯 他递给纳什酒壶,怂恿他喝一口 纳什摇摇头,但还是露出了笑容 一壶啄酒换来一位朋友 我是一个从没出过门的可怜家伙,别人都不喜欢我 所以我没有选择 数学是我取得别人尊敬的唯一途径 楼下的学生们来来往往,可没有人注意他 汉森的起义精湛,同学们无一是其对手 他再次向纳什挑衅,成功地将其激怒 棋盘上黑白厮杀,话语间耳语我诈 最终却以纳什的失败告终 他目瞪口呆转而恼羞成怒 一言不发,亮亮呛呛地离开 几天后他一筹莫展地坐在窗台上 同学们陆续交了出稿 可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论题 看着沮丧的那时 查尔斯提议去校外的酒吧买醉 不巧的是汉森和同学们也在 他怂恿那时,接近红毛衣的女生 那时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还是鼓起勇气迎接挑战 无言的场面很是尴尬 女孩只好主动提问 是不是想请我喝点什么 耿直播外不加思索地表白 咱们省掉无聊的试探 直奔主题 哥哥请你喝杯酒 你陪哥哥聊一宿 女生听后瞬间实话 甩手一记耳光扬长而去 凭实力单身就是这么自信 几天后那时的论文终究没有过审 他纠缠教授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 教授让他看看眼前的形势 一张圆桌前坐着刚获得 诺贝尔提名的潘斯教授 同事们依次恭敬地放上钢笔 来表达祝贺 你不够专心 有实力才能赢得尊敬 那时深受打击 默默地退出了咖啡厅 他对着玻璃上的方程是伤心欲绝 查尔斯试图阻止那时的自残 被陷入疯狂的他推倒在地 你要面对勇敢起来 说着查尔斯奋力地把鞋子台抛到楼下 砸到地上四分五裂 室友简直是知己一般的存在 他能洞悉那时的懦弱 敏感和蹉跎 又是一个酒吧的夜晚 一群阴阴厌厌涌进 让男生们蠢蠢欲动 商量着看谁能被最高挑的妹子看中 那时开始喃喃自语 我们都选最好的 于是互相拆台最终集体失败 接着我们去找其他女生 可谁又愿意成为备胎 最终依旧是集体失败 但假设我们互不侵犯 这个夜晚 每个兄弟都可以和右手告别 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崭新注视 浮现在那时的脑海里 每个人在群体中表现会更好 是在群体中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所以是亚当斯密的理论错了 那时收拾好纸笔 踢开椅子夺门而去 回到宿舍奋笔集书 一串串符号喷涌而来 几天后的教授办公室 那时坐在对面焦急的等候着 教授迅速的翻阅完论稿 严肃而带着敬意 郑重宣布那时成为了实验室新的成员 五年后的1953年 五角大楼 已经显示出沉稳和自信的那时博士 在一个军官的陪同下进入大厅 他专注地盯着屏幕 对身边将军的话语浑然不觉 很快便破解了密码 指出了几个数字 代表苏军入境的路线 那时如今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 在学生的注视中 扔掉了被他视为废纸的教科书 觉得简直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不过闷热的教室里也有美好 是一个名叫爱丽西亚的漂亮女生 他对特立独行的那时充满好奇 夜晚国防部的官员找上那时 两人走近用铁丝网围着戒备森严的大楼 官员名叫哈里 有证据表明 苏联窃取了小型化核武的设计图 他邀请那时为国效力 破解杂志中隐藏的密码 在那时的手臂上植入一个雷射令牌 用来与组织暗中接洽 爱丽完成了昨天那时教授布置的作业 女生的到来 让坐在办公桌后的那时有些紧张 爱丽开门见山 如果我请你共进午餐 你是否会拒绝呢 那时听后开始挠头 爱丽却不依不饶 不懂拒绝的男人 答应了周五的香槟酒会 于是正装出席的那时 和一席低胸晚礼服的爱丽 步入大厅 当男人受邀与州长合影时 爱丽取出一块精致的手帕 折好塞进男人的口袋 那时像个孩子般 听任爱丽的摆布 星夜 二人站在水池边 情意绵绵 手牵手望着天 看星星连成线 笨嘴捉舌的他不发一言 随着指引巨大的天蝎 从无序的繁星点点中慢慢浮现 巨熬清冷 伪钩如月 两人相拥 心灰摇曳 在无限的宁静和永恒中 李克生的浪漫充斥天地 那时在旧报纸旧杂志中 找到有用的信息 装进文件袋里盖章封印 驱车来到街头地点 证明身份后把机密投进信箱 一日树荫下的约会 那时承认 自己对社交并不自信 聪明的他 从上一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 咱们省掉无聊的试探 直奔主题 以我之信 惯你之名 你的曾经 我来不及参与 你的未来 我奉陪到底 为了你 我甘之如頤 为了我 你可否答应 那时优秀的表现 收获一份户外成长 更让他开心的是 多年前的老友查尔斯 也来到了麻省理工 还有他刚刚去世 姐姐的女儿 那时告诉查尔斯 自己爱上了一位姑娘 他们准备结婚 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装扮一心的那时 扶着披着婚纱的爱丽 从教堂走来 一辆小车停在对面 冷军的哈里坐在其间 他给了那时一个暗示 新郎会议的点头 夜晚 他又一次把文件带塞进油桶 哈里及时出现 让他赶紧上车 深夜无人的街道 一辆车追得越来越近 伴随枪战 后座的那时 吓得魂飞魄散 索性哈里枪法精准 对方车子失控 冲进了河里 纳什一身狼狈到家 他的反常 遭到妻子的盘问 也只能无言以对 他成了惊弓之鸟 学生们疑惑万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他找到哈里 希望能退出国安的计划 而哈里故意露出 挂在胸前的枪 言辞拒绝他的临阵退缩 夜晚 纳什给妻子收拾行李 爱丽被丈夫的举动吓坏了 他意识到纳什的不正常 果断拨打了求助电话 隔天 一个陌生中年人 想和纳什谈一谈 他慢慢逼近 不想被纳什挥拳打倒 可最终翻越栏杆的纳什 被摁倒在地 看热闹的人群中 查尔斯抱着小女孩 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纳什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戴上了手铐 正在地上挣扎 却看到查尔斯 静静地坐在不远处 纳什咬牙切齿 他怀疑是查尔斯出卖了自己 病房里纳什独自坐着发呆 透过铁丝网 医生告诉爱丽 你的丈夫患有人格分裂 爱丽不肯相信 在她的世界里 丈夫可是个天才 医生调查了纳什 从前在普林斯顿的记录 她根本没有一个 叫查尔斯的摄友 她在校期间 甚至没有一个朋友 爱丽抱着最后的希望 走进丈夫的办公室 墙上挂满了纸片和照片 伤心的爱丽 看了一眼路边 那曾被纳什 当作密码检查机的矮路灯 还有那早已生锈的油桶 顾不上梳洗的她 坐在圆桌旁等待着纳什 拥抱中爱丽失声痛哭 她拿出那碟油桶中 找到的文件袋 这些东西从没有人打开 哽咽着告诉丈夫 知道吗 你病了 那些都是幻觉 那时一言不发起身离开 她把手臂的血肉撕开 翻着被植入的雷射管 可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感受不到身体上的疼痛 因为精神上的折磨更痛苦 她的眼角通红 眼睛里却是茫然流下的泪 她被迫接受了 如今已被西方医学界 停用的胰岛素昏迷治疗 全身抽搐陷入幻觉 这样的残忍让爱丽不忍直视 一年后 纳什终于出院 她曾经的助手前来探望 收拾的整整齐齐的 纳什显得有些迟钝 爱丽走过来把药片递给丈夫 纳什乖乖服下 我最近在功课黎曼假设 但很困难 因为我的脑子不好使了 说着把手中的眼算纸递给助手 可纸上面被涂得乱七八糟 她无法正常工作 无法照顾孩子 还有无法回应妻子的需求 酷热的下夜 抚摸与渴望 可药物剥夺了这个男人理智外的一切 爱丽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 纳什也在床上暗自流泪 她开始悄悄拒绝服药 因为治疗让她迟钝 也失去了灵感 连续几天不吃药 感觉自己萌萌的 灵感再次回归 窗外的格一男子吸引了纳什 就着朦胧的月光 她追了出去 森林里是失踪的哈里 她带着纳什来到一个简易的小屋 瞧瞧你被那狗屁的一生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你看我像是幻觉吗 纳什重新有了工作 这一次她只是想证明自己并没有风 几个月后一个阴冷的清晨 纳什抱着孩子上楼洗澡 爱丽突然听到 树林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 她寻声而去 推开林中小屋的门 爱丽惊呆了 残破的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纸片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反身向家跑去 家里纳什打开了水龙头 把儿子泡在水中 水越来越深 孩子放声大哭 信号妻子及时赶到 纳什解释 是查尔斯在为孩子洗澡 可爱丽不听解释 开始拨打医院的电话 哈里突然出现 她要伤害爱丽 那时急忙阻止 可在妻子的眼中 是丈夫想要伤害自己 她赶忙抱着孩子躲进车里 房间突然涌现出那三个人 眼前晃动着他们的影子 在天旋地转中 那时追了出去挡在车前 她突然醒悟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因为小女孩这么多年来 却一直没有长大 医生询问她为何停止服药 那时说 作为丈夫我要满足妻子的需要 她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幻觉 但医生不认为 这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只要爱丽在委托书上签字 那时就会被强制送回精神病院 男人捏紧手帕 那是当年爱丽与她的定情信物 当她在针鱼甲中迷茫的时候 至少她知道妻子的爱是真实的 爱丽也相信丈夫不会伤害自己 她没有答应医院的要求 她看不见她眼里的世界 但她坚信彼此的爱是真实存在的 爱丽的信任让那时有了现实的载体 她开始慢慢的从空中楼阁探出脚来感受真实的大地 两个月后那时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此刻的汉森早已成为教授 那时当初多么骄傲 如今却祈求汉森让自己留在大学 熟悉的环境有利于她病情的恢复 她等待被嘲笑被羞辱 可对方稍显犹豫后答应了老同学的请求 那时成了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即便如此可依旧好景不长 幻觉如影随形 哈里羞辱她如今的平庸 天才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向往光明的缺口 年少孤独便只能用幻想来填补 她好像犯了错的孩子 她也会怀念和查尔斯对话的时光 妻子充满理解的紧紧抓住丈夫的手 给予她安慰 人生中得一个相互尊重 契合心灵的伴侣 除了珍惜还是珍惜 那时没有办法战胜幻想 但是她学会了忽略 小女孩是那时的虚拟世界中最后的温存 与她拥抱告别 带有一丝无奈与不舍 从此之后 她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 他们只是一旁冷冷地看着那时 纠缠却再未得到她的注视 与只言片语 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那时必须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嘲笑 天才孤僻寂寞 所以才自我毁灭 这是上帝给予的礼物 也是残酷的考验 时间流淌 青梅枯萎 足马老去 那时的病依旧无法痊愈 她的博弈论开始被学术界关注 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 伟大的疯子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疯狂 天才与疯子之间 也只隔着一个美丽善良的爱丽 几十年前 那场挑战式的围棋赛 再几十年后 泯然一笑 岁月又一个转身 来到1994年 那时询问学生 能否看到旁边的陌生人 得到肯定的答复 她才敢和对方说话 来人告诉那时 她获得了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谈话中路过当年的那个咖啡厅 诗者热情的邀请那时喝一杯 可自从年轻时 被教授否定以后 那时从此再也没进去过 当年她那么骄傲 今日却如此谦逊 诺贝尔为何会提前公布呢 我知道了 你是来看我是不是一个疯子 会不会在台上领奖的时候 脱光衣服跳舞 诗者很有礼貌的微笑着 不给她难堪 但我真的是一个疯子 你看我是不是有点呆傻 因为我在压制内心的欲望 几十年前 那时用羡慕的眼光 看到刚笔放在一个老教授的面前 表示尊敬 几十年后 那时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后 也在这里受到他们的肯定 她习惯了紧张的脸上 留下了晶莹的泪珠 当那时站在诺贝尔的领奖台上 台下是雷鸣般的掌声 她将所有的祝福 都给予那个在她身后 一直支撑着她精神世界的女人 我没有高山品格 没有大海情怀 我失去了许多 却也明白 云有云的寂寞 风有风的自在 而你给了我生命的色彩 谢谢你向我走来 让我的生命完整而精彩 那时掏出手卷 这手卷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她为布局小节的她 别在上衣的口袋 眼含泪水 那是她对无比亲爱的爱人 最崇高的感谢 美丽的心灵 属于伟大的你 那时白发隆重 而那三个幻想依然存在 还是最初的模样 现实中人们从排斥到接受她 而幻想的人物 却从接受到排斥她 她选择忽视幻觉 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 可实际上也是幻觉的存在 让她年轻时感到自己 从来不是一个人 幻觉既是阻碍也是助力 为了做一个正常人 那时付出了很多 她割舍了天赋 回归平凡 曾经的她争强好胜 为了彰显权威 把教科书扔进垃圾桶 而后来的那时 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 但她学术巅峰博弈论的诞生 正是她一生中最轻狂的时候 从某一天开始 她选择将一部分的疯狂 运用在数学的灵感上 而将剩余的疯狂 用理性囚禁起来 我们该痛哭一个天才 退化成了普通人 还是该庆幸一个疯子 退变成了普通人呢 如果给天赋一个具体的形态 她必然是带刺的玫瑰 那时毫无防备地接过她的芬芳 已经被深深地刺伤 当时却浑然不知 真正治好那时的 是诺贝尔带来的荣耀 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 在荣誉的光环下 一切都变美了 变得正义了 精神分裂 在正常人身上 被贬斥为疯子 在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上 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 无论那时曾经经历了 怎样的挫折困顿 幸运的是爱她的女人真实存在 纵观她整个人生 终究还算是圆满 即使是旁观者 也深感荡气回肠 她失去了双刃剑 但她学会了生活 人因为肉体而脆弱 却因为精神而坚强 走过风目过雨 回首已是碧海蓝天 晴空万里 感谢您又陪巫师体验一个故事 这次一定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